当地时间7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 会见阿拉斯加州州长沃克 习近平强调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 前往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目的是确定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方向 拓展两国广泛领域务实合作 我同特朗普总统的会晤十分成功 达成多项共识取得积极成果 习近平指出 地方合作是中美关系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之一 阿拉斯加州同中国颇有渊源 阿拉斯加州和安克雷奇事 是中美关系发展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中国同阿拉斯加州产业互补性强 双方交流合作已经取得长足进展 同时大有潜力可挖 双方要拓宽合作领域 深化能矿油气资源 渔业等合作 加强旅游合作 开展冬季冰雪运动交流 促进人民友好 沃克表示 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阿拉斯加州 中国是阿拉斯加的重要贸易伙伴 最大水产品出口市场 阿拉斯加资源丰富 愿密切同中国在农业 渔业 油气 矿产 旅游等领域合作 密切同中国人民的交往 彭丽媛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习近平是中美元首会晤后 回国途中在安克雷奇做技术精亭 7号下午 习近平离开美国佛罗里达州 离开时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 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送行